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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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基督教研究智库的创办人林宏盛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什么是基岩智库 林老师 基岩智库是什么 然后它是怎么样产生的 会有基岩智库这个想法其实非常有趣 它是来自一次我的家人旅行 我们来到瑞士 当时旅行团安排一个地方叫圣佳伦 我从来没有去过 他们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图书馆非常的漂亮 而且经过联合国的文教组织认证的 我们来到那个地方 我看到建筑物我吓一跳 不只是因为图书馆它盖的美轮美奂 里面有非常珍贵的善本书 而且加上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巴勒克式建筑 我最震撼最惊讶的是 这个图书馆跟教堂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以教堂为中心的类似一个三合院接在一起的概念 然后教堂另外一边是一个更大的三合院 是一个庞大的修道院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在那个地方我看到原来教堂所代表的信仰 是需要有图书馆所代表的知识来支撑的 那么再加上这个修道院在中世纪它所扮演的 事实上就是学院就是研究机构 我看到的是信仰知识思想三合一的建筑 这让我联想到当初把信仰带到这个地方的那些传福音的人 他们想要的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扎根在这块土地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把图书馆把修道院也就是学院跟教堂连结在一起 那我就开始想说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类似任何生物体都必须有一个脑 而教会的大脑也可以说就是智库这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用在我们21世纪它应当是什么样子 就从这个地方我就开始认真的去思考 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是不是应该有一块 它是特别发挥大脑的功能来思考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 跟我们周遭环境所遇到这些现实的问题 处境的问题作为一种对话对应 我们关心的价值观要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处境表现出来 去做这样的思考 这就是最原初智库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我自己个人在幕会的现场 其实在教会已经有很多的活动了 我们不论是在聚会或是发展小组 传福音各方面有很多的研习会特会这些的聚会 那神学院部分也有很多的这些研究的工作教育的工作 那整个这样智库的一个概念 会不会产生一些冲突跟教会或是神学院 老师要不要再跟我们多谈一下 为什么当代华人的教会就需要一个智库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在华人教会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 大家都很会活动时 那么很会活动就是很多聚会 退休会团契特会小组等等 那么这么多活动当中好像少了一个机制 去做协调整合反思判断 这种比较思考性的把这个所有的活动串起来 能够确认我们到底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来做这些活动 或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华人教会观察西方教会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感觉在西方很多教堂里面的人并不多 好像不大活动 好像死气沉沉 有人就说这个西方教会就光有头脑 因为有很多神学院 有很多图书馆 有很多神学著作 却没有身体 但是要不要想一想 当我们会这样去批判人家的时候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处在一种颠倒过来的处境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特别强壮 我们的头脑特别脆弱 是不是我们应当在头脑这一块 来加强一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其实教会现在有很多希望可以复兴的一些策略 或是一些运动 那我个人有时候也会觉得 就是说 因为教会是一个信仰的实践群体 那很希望说 将信仰落实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面对社会的处境跟挑战 但我有时候会觉得 有时候太过于为了实践而实践 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要实践 以及该实践什么 我想身体当然都需要它有很多的活动力 能够去贯彻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在实践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个大脑 来做我们的一个方向的指引 或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实践 所以我个人也是觉得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智库 来作为教会申请的大脑 在生物体的大脑 它所扮演的功能 一方面是察觉外界的变化 因为所有的感官 感觉 系统所收集的东西 都要往大脑送 那么它经过一个协调整合之后 它要判断外界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它要同时 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 所以它要具有思考功能 那么这个回应 因为它要指挥它所有的器官 来做一个回应的执行者 所以它不只思考 它还要协调它所有的手脚 这种做动作的机构 所以我想大脑 在生物体上的这些功能 也是我所期待 致护在教会里面所应当发挥的功能 这些功能 在教会里面所应当发挥的功能 在教会里面所应当发挥的功能